江苏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摩登兄弟刘雨宁 我在《做自己光》里饰演蒋俊豪 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善良 而且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也比较勇敢地去面对 首先蒋俊豪是一个餐厅老板 然后他也在餐厅里做厨师 再一个就是他后面开始转行 做自媒体做直播 然后呢在网上教大家做菜 其实跟我做直播这个地方 还比较契合 其实我觉得蒋俊豪这个人 真的是太完美了 虽然他平时跟和欢相处的时候 有一点那种调皮 有一点天真或者恰恰的 但是他本身内心是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可能因为我本身是学厨师的 就是在镜头里展示的这些东西 切炒烤一些面包什么东西 就看起来还蛮专业的 我觉得这些感觉还挺好的 自己是从切到炒到做 这些都好久没做了 但是能在剧里重新把这个东西拿起来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这回呢就是在这个剧当中唱了两首歌嘛 一首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的正向的 就是其实给一些在为生活打拼的人一些能量的一首歌 然后呢还有一首就是我跟涛姐的一个合唱 这个主要讲情感部分的 那这次跟涛姐合作的这首歌也我觉得蛮蛮开心的 就一到我俩的戏的时候 可能这首歌就响起了 就可能会给这个画面也好 给这个感情也好 给增加一些浓度吧 其实在某种角度上也是用我自己的歌声来诉说我自己的故事 也来守护我的这个感情 她的老公虽然第一集就跑了 那我跟她的接触呢 我可能是先坠入爱河了 我可能在两个人生活当中日久生情 产生了一些情愫 但是呢我又不能太直观地表达 因为她有婚姻在这嘛 然后呢这个尺度拿捏会很很难 如果多了就觉得这个男孩可能有一点不太好 但少了呢又觉得好像是不是没有不够爱这个女孩 就是其实这个是蛮难的 也在法部揣摩这个度要给多少 然后包括说的词要给多少情绪 其实这个还挺难的 其实现代现代戏我觉得会更难一些 对于我来说啊 有可能会更难一些 因为她真的要求生活化 其实演你可能端着点 而且包括古装 其实有这个服装 包括装造的一个加持 其实会让观众更加的容易投入到你的角色当中 就是有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 可能她没那么棒 但是我会告诉自己我很棒 我要继续努力我觉得我能做到更好 我会在自己鼓励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成长 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永远心里有那道光 然后鼓励着自己 那这一部做自己的光呢 也是一部主要讲女性职场的一个戏 但是在其中呢 有好多很诙谐很幽默的桥段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坠下去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